小叶跟戴维谈恋爱 你把手伸那么长干什么 你现在打电话给我又有什么用啊 对了 你还别说 还真有点用 我免费送你四个字 身败名列 这就是你最后的结局 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 我只是说这是字面的意思 然后你就兴高采烈地和他们联合起来 对吗 我倒是想啊 可惜啊 人业界有钱 天上飘来两个字叫收买 我一直以为啊 咱们深藏不露的什么 税务问题啊 海关问题啊 对了 还有你那男朋友手机里的 验照 人家都应有尽有 全都收买到了 我呀 只有听讯的份 你说什么呢 你看见失误了啊 信口呲簧 你是想搭车饭撕货是不是 你爱信不信 再这儿说了 我呀 也没那么见骨头 舔着脸啊 管人家要实证 咱们公司的财政大权 一直都牢牢地掌控在你的手里 就是叶家呀 举报 也查不到我的头上 对了 公司法人也是写的你的名字 太好了 这还真得感谢你平时啊 在家里啊 在公司啊 你横行霸道一手折天 公司不好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几辈子罚款 你不是也要一起出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叫幸灾乐祸 对了 还差点忘了告诉你了 人家叶剑警告说了 说那以后你再骚扰她闺女啊 她的制裁就加码 我高兴啊 咱们老百姓啊 真要真高兴 真要真高兴 你说代家这两口子 现在在热线吧 这 我真想打电话过去验证一下 叶总 你听 叶夫人 你还录音了 没这个必要吧 我跟你说 他们家这两口子就是不地道 防备着她 那你小心点 别让珍珍知道 万一David知道了 伤害他们俩感情 我这是有备无患 所以知道他们两口子 还会弄出什么幺蛾子来呀 有道理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David妈打来的 接吗 别接 对 就是不接 谁让她欺负我们家女儿的 叶小姐 叶小姐太过分了 多大点事啊 至于 妈 小叶爸妈对我有误会 跑到你爸那儿去闹 说什么要让我身败名裂 我得回家去处理 真的假的 我得要开车回家 你帮我跟小叶说一声 我很愿意当面 再度跟她赔礼道歉 现在是她不接受 她不接受 她 你那道歉谁受得了 大家也都不傻 你听重点 叶佳开始对付我了 叶佳亲口告诉你的 我上课去 别画电话 你不问问你妈妈 颈椎病好了没有 你不问问我颈椎病发作的时候 被迫开车回家 我能不能坚持到家 可以戴好吗